你又觉得细细会 对 这多的时候一车能招多少个人啊 这转十三个 人招的多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有后面在这门嘛 记者看到 这些所谓的校车 基本上都存在着 令人担忧的超载现象 里面空间本来挺小的嘛 就是里面还坐二十多个人 不好坐 人太多了 黄校长说 现在能够想到的几个办法 就是学校自己配备校车 可这对于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区来说 目前还只能是奢望 现在这个条件还不允许 尽情条件不允许 因为没有哪个部门的 给我们不多少苦能买下水 需要的没有钱 给这些下水 下面我们连线评论员王志安 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这么多的幼儿园和学校 接送孩子车辆问题 确实挺严重 都超载 甚至还有这个三轮车现象 您怎么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国家 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校车制度 那么各种各样山寨版的校车 就应运而生 因为这个市场本身的需求 是非常限制存在的 但是这些山寨版的校车 最令人担心的 实际上就是安全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民间自己搞的 比如或者幼儿园 或者是有些人自发的搞的车 来接送孩子 那么他追求利润 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目标 这样一来 那么很多安全措施就自然跟不上 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 校车 一个国家的校车制度 也是一个国家的义务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有免费的校车制度 义务教育就很难真正的实施下来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来说 尽快建立校车制度 就显得非常的迫切 除了我刚才说的义务教育的原因 其实在中国 普及校车制度 还有两个特别的需要 这个可以分为农村和城市 两个方面来讲 对于农村来说 随着这几点 我们国家计划经济 计划生育的政策 以及城市化运动 那么农村许多学校 现在的人数在减少 那么最近几年 我们国家在 推行在农村搞合并校 那合并校了以后 很多学校离学生的住 家庭就越来越远 那么现在政府的做法 是搞了很多寄宿学校 那么在寄宿学校里头 许多孩子离家里 特别远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没有校车的话 他们就很难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那么很多家庭就不得不租房子 在学校附近 所以说如果有校车 才能满足学生在家庭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和接受教育这两个 同时来满足 这是在农村 在城市呢 其实我们知道 城市的交通非常复杂 如果要是让孩子自己来上下学 那确实有一些 不是特别现实 所以每到城市的学校 放学的时候 我们总是能够在校门口 看到很多焦虑的家长 那么条件好的 可能就开着宝马捷达 来接孩子 条件差的可能就是自行车 那么在孩子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比较和攀附的心理 对孩子的成长呢 就不是特别有利 如果我们的孩子 从走出家门开始 就有国家的校车 来接送他们到学校 实际上这也是 教育公平 最直接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校车制度 在今天的中国呢 是特别特别 соглас了 ATT È